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另外全球的互联网用户之前已经达到了38亿人,这也意味着只有比较少的网络用户尚未接触到社交网络平台。 上述报告指出,移动互联网用户在社交网络用户中占到了绝大多数比例,活跃用户高达27、8亿人。 统计的数据来自多种渠道和社交网络平台本身,而且社交网络的总用户规模还在增长当中。 就在今年4月份,全球社交网络用户增加了4%,相当于1、2、1亿人,大概每天增加100万人。 Facebook在过去4个月中,用户数量大幅增长,平均每个月的活跃用户数达到了20.6亿人。 其他关键社交平台用户数量在过去几个月也呈现了稳步增长,特别是YouTube全球每月活跃用户排名第二,拥有15亿活跃用户。 微信则巩固了其在中国的领先地位,在中国大陆拥有超过8、7亿月活跃用户,占平台总数9、38亿用户的90以上。 QQ目前拥有8、6亿用户,而尽管全球用户下滑。 LINE在日本国内市场持续增长达到7000万月活跃用户,韩国也是类似的情况。 KakaoTalk在当地获得了小幅增长达到了4240万月活跃用户。 社交媒体用户数量的增长表明,互联网使用率以同样惊人的速度在持续增长。